好 继续来关注国际消息 印尼南部佛罗雷斯岛外 还在今天上午10点左右 发生瑞士规模7.4强震 由于地震的深度是18.5公里 属于极浅藏的地震 将让当局有发布海照警报 引方当地民众立刻蜂涌 前往高地避难 我们来看当时画面 印尼民众在地震当下 也募集了山区因为地震威力的关系 有发生走山的现象 不仅剧烈摇晃 也引发大量的尘土飞扬 当地民众就陈述说 地震好像是海浪般 在上下旺动一样真的很恐怖 而且长达好几分钟 当地民众一发现地震 立刻惊慌逃窜 而在主震过后 印尼至今已经发生了 好几起强烈的渔震 第一起渔震 规模还达到了5.6 在强盛过后两个小时 目前海啸警报已经解除 大陆最近在一轮的疫情 而目前各地还在延烧当中 而各地还传出了一些 像是在浙江 不过其实春节即将来临 各个地方政府也是很担心 疫情再度升温 就提醒在中国大陆的民众 就地过年 消息一出也成了网络话题 因为许多民众 已经连续两年都无法返乡了 事实上 这已经不是各地第一次 倡导就地过年了 在近日某网站的一份调查中 针对你已经多久 没有回家过年的问题 有23.83%的受访者表示 一年没有回家过年 有21.48%的受访者表示 有两年没有回家过年 有三年以上没有回家过年的 受访者则占到了6.25% 我们的国家的这个春节 这个大范围的人群流动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 在短时间内聚集性的人群 大规模的流动 这种大规模的 注意是密集的人群的 大规模的流动 是特别有利于呼吸道疾病的传播 好 来看到是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的副院长 吴凡也提到说 春节期间的境外移入人潮 可能会带来Omcron变种病毒 再加上冬天可是呼吸道 疾病后发的季节 返乡后用餐 大规模的出游人潮聚集 种种因素都可能会提高 春节期间的新冠感染风险 所以他才会提倡就地过年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项 Omcron正式入侵中国大陆 而当地的防疫单位也证实 一名境外移入的 无症状的感染者 验出的病毒株是Omcron 目前正在医院的隔离治疗当中 而像当地的本土疫情 也正在扩散 例如浙江当地的疫情 也是拉高防疫层级 传染力强大的Omcron 正式入侵大陆 天津市疫情防控中心证实 12月9号 一名自外地返国的男子 才验之后 确认是无症状感染者 但经过病毒的基因定序之后 发现他感染的是Omcron 目前人已经在医院内 接受隔离治疗 专家表示 新冠病毒的变种是一种常态 加强针将是全球 必须要采取的防疫方式 由于大陆将在2月举行冬奥 对Omcron的疫情保持高度的警戒 除了坚持清零 也严防境外的输入 大陆13号 共新增了76例的确诊病例 本土占51例 其中浙江省有44例 又已通报38例的绍兴市 最为严重 绍兴至少有17千的A股上市公司 已经宣布停止生产 包括了半导体设备 巨头金圣基电诊 天津的感染者 是入境闭环管控人员 目前已经于定点医院 隔离治疗 据悉这是中国内地首次发现 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柱 自10月6号以来 包括了绍兴及临波等地 接连传出社区感染 浙江防疫升级 目前那路隔离管控人数 已经突破了54万人 中高风险的地区 采取严格的出行管制 而且这个限制将会延续 到明年的3月15号 也就是人大政协两会之后 所以官方对防堵疫情的 重视程度 记者五家型报道 持续来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人工智能巨拨 商汤科技也被认为 是AIS小龙的第一公司 因为被美国财政部 纳入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黑名单 而商汤也被迫宣布 要暂时撤回在香港交易所 首次公开上市的IPO宣请 而媒体分析指出 商汤遭到重罚 可能是针对大陆 社军企业的前奏曲 商汤是联孔辨识系统 主要开发的供应商 而这次也是该公司 即2019年之后 第二度被美国政府制裁 而公司的总部是设在香港 产品也是广泛用在智能城市 警方监控 还有自动驾驶等等领域 但是因为被控涉及人权迫害 因此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 而其他大陆的企业 如果被认定是所谓的军工复合体 恐怕也是难逃制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